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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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怕 愤怒 又羞辱 很想出手反击打他 阿姨对方体型健硕 面目猙獰 猥琐 令人不寒而喻 最后我只能牙吞下来 巴士还没到站 我就匆忙下车了 所以我非常讨厌印度同胞 更别说要去爱他们 服侍他们 出发前 我不幸扭伤了脚踝 走起路来非常疼痛 当下心想 莫非神不许愿我去印度短选 当团队知道后 同学们不断地为我带导 我们还一起努力地操练 大家同心合意地预备短选的事宜 感谢神 出队当天我的脚肌肤要痊愈了 疼痛也少了 飞机抵达印度的第一天 当我和两位同访同学一起敬拜祷告时 神的灵感动我 要我认罪为盖 因为过去的经历 让我对印度同胞存着傲慢与偏见 而这次来印度短选 我也只是抱着完成学访给予的任务 并非在心里真正地对印度同胞有爱 信任和怜悯 祷告中 神让我看到我的自意 神告诉我 祂的救恩不是单单为我或白皮肤所预备的 而是为世界各地不同种族预备的 我并没有比别人好或佩达 神要我在服侍之前 先谦卑自己 并且认罪悔改 让神的爱充满我 医治我 这样我才能去爱 GI611灵良堂的弟兄姐妹 在第一天的服侍 我看见这里的英语弟兄姐妹 她们非常单纯和渴慕 在课币服侍时 每个同学都会主动去服侍 而我站在一旁 心里固然愿意去服侍她们 但肉体上却是却步 要去还是不去 这时我平息静心 竖立耳朵 音乐听见一把熟悉又柔和的声音 在我耳中萦绕 神对我说 孩子不要怕 我与你同在 这时路征传道 教我去服侍有需要的姐妹 我勇敢踏前一步 紧紧揉抱着她 这时我深深感受到她的困难 伤痛 哭泣和需要 而最奇妙的 是这一刻我感同身受 心里很难过 很想帮助她们 怜悯之心 助人之手 宽容之怀 有然而生 我豁然如是重担 完全抵挡了过去内心 只想将她们视为敌人的诱惑 这生命树的眼光充满我 我看见她们越来越可爱 单纯和善良 身上也没有异味 感谢神透过这服饰 使与她们的拥抱 神打破了我对应欲同胞的偏见和傲慢 让我看见她们的友善和可爱的一面 让我能真正的去接纳她们 这次的短宣 让我的生命有很大的突破 大大的经历神的医治和释放 整个旅程都充满神的恩典和祝福 原来短宣不是我去帮助她们 而是她们帮助了我 感谢赞美主 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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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